日本那边在这个网络上 有一个看法 我还没有仔细去看 下课之后我来看看 这日本方面发布的 说今年 圣诞节前后 有三天见不到太阳 地球在转变 听说从三度空间转变到四度空间 三天的时间 地球处于零度空间的状况 这个我很难理解 因为零度是什么都没有 在素学上的概念 零是什么都没有 就好像佛法里面讲的真乎 讲的自信 净土法文里面讲的长级光净土 那是零度空间 它什么都没有 是说它没有现象 它没有物质现象 没有精神现象 没有自然现象 其实它存在 就是它没有任何现象 因此 因此 我们的眼儿鼻涉身 包括我们的意识 通通远不到 无法感觉它的存在 那么这就回归自信 如果说是回归自信 那不每个人都成佛了吗 这不是普通佛了 妙求如来啊 那地球真的变成这样子 我们过后都成佛了 所以这就很难理解了 难道科学家真有这种 这个我还没听说过来 空间的转变 一定要回归到零点 这个以前没听说过 这要搞清楚 那我们学佛对这个说法 很难相信 一度 是个抽象的点 没有四十 抽象的点 二度是一条线 也是很抽象的 到三度变成立体 这个我们就 我们现在是三度空间 三度转成四度 要回归到零点 佛经上没有这个说法 佛经上指设 我们把心住在一处 住行一处啊 就是成天 禅定当中呢 转变空间 为四 在禅定当中 转变 这个佛经上有 没有说回归到零点 回归到零点 回归到零点 那不就成了 妙就入来了 那我们都不必修了 这一转我们全成佛了 如果有这么一桩事情 佛在今天一定会说明的 我们都不必修行啊 等到这一天来啊 这一天来我全部都成佛了 这个很难讲得通 我们到 到时候再看 是真的是假的 但是 许许多多 这些传闻 都说到两种事情 一个就是心要定下来 不要慌乱 来应付这个转变 第二个呢 要有爱心 要把自己的心量脱开 爱 是真心 真心里面起作用 头一个就是这个 所以这老祖宗知道 父子有亲 你看小孩刚生下来 他的表现 其他人你看不到 表现你看他的爱 他对父母的爱 特别是对母亲 所以他说 能够 稳定的人 能有爱心的人 会平安度过 这个说法 跟佛经上讲的 佛经上有 回归到零点 佛经上没有 真有这个事情 佛一定会说出来 所以我们 知心一处 重要 光大爱心 重要 不要有怨恨 无论什么人 做错事情 都要原谅他 为什么要原谅他 因为他没人教他 中国古人 做错事情 他是会有受到 这法的 为什么从小 有人教我 现在我们 没人教我 父母没教我们 老师没教我们 社会 没教我们 国家 也没教我们 整个世界 也没教我们 我们怎么会 懂他 看别人 做 我们也做 我们以为 别人 做 都是 对的 我们也 模仿 我们 不知道 是 错的 去 现在的人 不忠 不孝 不忍 不倚 无礼 无耻 大家都认为 正常 局势都认为 正常 我们今天干 这些卧司 你能处分吗 佛菩萨 不忍心 处分 怎么知道 这个经商有 无量受经商 有这么一句话 信任 无知 不赦 道德 无有余者 疏无怪 也不能怪他 要原谅他 要帮助他 回头 好好来学习 深陷教会 真正觉悟 明白了 他自然就不会 做坏事情 他念他就转过来了 转悟为善 转邪为正 转迷为悟 转凡成圣 要靠教育 今天什么都不重要 教育 第一重要 中国这个族群 到今天还能够存在这个世界 全靠教育 最近这年半年来 把教育疏合了 变成今天的灾难 社会的动荡 人心的不安 环境的灾变 这是果报 连环境的多数影响 那就是 静随心传 物质环境 随着我们意念 就产生变化 那我们念头好 我们的山后大地就好 不会出事 啊 我们的山后大地就好